日本著名仙道作家高藤聰一郎 在台灣學習仙道後 正好趕上中國大陸80年代的氣功人 他曾多次往返中國大陸 拜訪知名氣功師和奇人義士 高藤先生 除了研究道教、禪宗、西藏密宗和中國武術 還涉獵印度瑜伽樹 回教咪咪教派 他的這套超能力氣功法奧義 又稱煉氣功 主要源自中國仙道的內功法 高藤先生參考一晶晶、八段錦、華陀武琴系、少林氣功和中國拳法 經過多次的人體實驗 使用科學方法進行分析後 高藤先生選出最有效的練氣招式 編成這套練氣功 高藤先生宣稱 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學習 這套功法 不僅能夠快速產生氣感 使氣循環全身 學會控制氣 以及發放外氣 還能激發人體潛能 喚醒沉睡的超能力 只可惜 高藤先生在上個世紀末 就處於行蹤不明的失聯狀態 為了不讓這套功法失傳 我特別製作中文解說影片 順便幫他加上補充說明 高藤先生把練氣功 分成第一式與第二式 總共26個動作 因為內容有點多 我把它分拆成數集 這部影片先介紹練氣功第一式 第一式有15個動作 目的是讓全身產生氣感 使氣能夠循環全身 我們稍微配合觀想 練功效果會更好 他的基本姿勢 身體保持自然放鬆 不可用力 兩手插腰 兩腳分開與肩頭寬 腰部略層 兩膝微彎 注意兩腳掌保持平行 腳掌不要內巴或外巴 練氣功第一式 基本功嘗試呼吸 鼻吸口呼 小腹的動作一般是順呼吸 也可逆呼吸 緩慢嘗吸氣 吐氣時發腸吸音 雙腳緩慢下蹲 吸氣時雙腳稍微伸直 每次練習做15回 我在這裡幫高橋先生做個補充說明 這個練習可以配合觀想 我們在吐氣時 想像氣在深圈內流動 依序通過上膠中膠下膠 從灰陰穴出去 吸氣時 想像氣從灰陰穴回來 依序通過下膠中膠上膠 嘗試呼吸 是很重要的足跡功 練習久了 日久功身 我們甚至能感覺到 氣流經雙腳 在腳底的泳泉穴 進出 莊子的大宗師說 真人之息已種 有涉獵太極拳的人 應該都聽過 立元於地 齊根在腳 我們要向下扎根 接地氣 與大地母親進行連結 基本功 短式呼吸 採用鼻吸鼻呼 小腹的動作 一般做順呼吸 也可逆呼吸 呼吸的節奏快速 類似穴加速的火呼吸 我們要記住 短式呼吸 只注重吐氣 每次練習做15回 頸功 臉向左轉 以這種姿勢 做短式呼吸 30-60回 接著 臉向右轉 同樣做30-60回 轉腰 身體向左轉 右手掌 放在左腰前 左手背 放在右腰後 身體 儘量向後旋轉 做短式呼吸 30-60回 接著 身體向右轉 左手掌 左手掌 放在右腰前 右手背 放在左腰後 同樣做30-60回 正掌 雙手背 向前伸 手掌 上下震動 手 不可用力 必須感受到氣的支配 讓氣 來震動手掌 只注重 吐氣 做短式呼吸 30-60回 捏球 兩手臂向前伸 手掌 朝上 想像手裡握著 5公分直徑的橡膠軟球 捏球時吐氣 手指前端用力 只注重 吐氣 做短式呼吸 30-60回 推掌 兩手放在胸前 配合嘗試呼吸 吸氣時 想像把氣從掌心 經由兩手臂 吸進身體 吐氣時推掌 在手臂伸直的剎那 稍微用點勁 想像氣經由兩手臂 從掌心衝出 推掌每次做30-60回 撐掌 與推掌動作類似 配合嘗試呼吸 只是方向改成向兩側推出 想像氣 在兩手臂內流動 在手臂伸直的剎那 稍微用點勁 感覺掌心有氣衝出去 推動空氣 推掌每次做30-60回 壓降 與推掌動作類似 配合嘗試呼吸 指示方向改成上下運動 想像氣 想像氣 在身軀內流動 依序通過 上膠 中膠 下膠 配合呼吸 往下推 往下壓的瞬間 手掌稍微用點勁 感覺好像把氣 從會陰穴 推出去 壓降每次做30-60回 上脫 兩手上舉 手指交叉 手掌朝上 臉向上仰 注視著交叉的手指 吐氣時 手掌往上撐 只注重吐氣 以這種方式做短式呼吸 30-60回 前後擺腕 向前跨步 兩手臂放鬆 前後甩動手腕 兩手腕向前是吸氣 向後甩腕是吐氣 做這個動作 手腳要配合 兩腳掌 一死一虛 兩手向前 前腳死 後腳虛 兩手向後 後腳死 前腳虛 配合長式呼吸 每次做30-60回 左右擺腕 與前後擺腕類似 指示方向改成左右甩動 兩手腕 向外甩時 吐氣 向外甩時 類似短式呼吸 直注重 吐氣 每次做30-60回 摔甩 兩手臂放鬆 連著人體中軸 連著人體中軸 扭轉 左右甩動手腕 兩手腕向外甩時 吐氣 類似短式呼吸 直注重 吐氣 每次做30-60回 墊腳 動作很像幫腳踏車打氣 想像氣在雙腳內流動 配合呼吸往下推 從腳底泳泉穴 衝出去 兩手往下推時吐氣 做短式呼吸 30-60回 兩隻腳輪流做 目的是打通 雙腳氣脈 斬臂 右腳向前踏出 右手向前方伸出 手心向下 左手向後方伸出 手心向上 注意 兩隻手臂要保持一支線 雙手 類似捏球的動作 想像手裡握著橡膠軟球 捏球時吐氣 手指前端用力 做短式呼吸 30-60回 然後 換左腳向前踏出 同樣做30-60回 然後 換左膝 同樣做30-60回 做短式呼吸 做短式呼吸 30-60回 然後 換左膝 同樣做30-60回 同樣做30-60回 以上 15個動作 是練氣功第一次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類 從頭部到身軀 使全身鬆開的斷裂 從手腕到腹部 使氣流動的斷裂 C 利用手腳 使全身產生氣感的斷裂 我們平時有時間的話 就全套做完 如果時間不夠 可以挑幾個動作 單練 例如 單練基本功 嘗試呼吸 這個動作 我建議多練 雖然 它看起來平淡無奇 但是 越是這種不起眼的招式 反而越重要 接下來 我們很快地複習一遍 練氣功第一次 加深各位的印象 請注意 看影片上的說明 超式呼吸 是 口をやや閉嘴 是 是 口から息を吐 鼻から吸 是 口 口 鼻だけ 使用 短く呼吸 吸 息を吐く時 下腹をへこまし 首 左又は 右へ回す この姿勢のまま 基本功 短式呼吸 と同じ動作を まず 上半身だけを 左後方にひねり 左手の甲を 右脇腹に 腕を前に出し 短式呼吸に合わせ 手首から先の身を 上下にブラブラさせる 両腕を前に伸ばす 手のひらに 柔らかいゴムマリが乗っている というイメージで 短式呼吸に合わせ 全ての指の先端だけに力を入れる 長式呼吸で 息を強く吸い込みながら 手を胸へ引き寄せる この時 腕の動きに合わせ 腰、膝を落としていく 長式呼吸を使い 息を吸いつつ 手を肩のところまで引き寄せる この時 腰、膝を 手の動きに合わせ ゆっくりと落としていく 長式呼吸により 息を吸いつつ 手のひらを 肩の高さまで上げる 目で 真上に組んだ手を 睨むようにする この姿勢のまま 短式呼吸を使い 長式呼吸で 息を吐きつつ 両腕を 大きく後ろへ振り 上体を倒し 前に出した足の かかと立ちの形を作る 次 長式呼吸により 息を吐きつつ 両手を振っていく 足が 内側を 地につけた状態で めくれるような感じにする やや短い 長式呼吸を用いて 体をひねりながら 両腕を左右に振る 両手を 前に出した足の上にかざし 短式呼吸を使い 息を吐きつつ 両手を太ももに沿って下げ かかとで地面を強く踏む この天皮は 30回から60回 さらに 踏み出す足を変えて 30回から60回を行う 膝を両手でしっかりと抱き 短式呼吸に合わせ 体を支えている足の膝を中心に 我們要如何判断 練氣功第一次 一定練成呢? 高騰先生曾説 練成第一次後 手掌會出現奇特的感覺 高騰先生所謂的奇特感覺 就是我們常聽到的氣感 他提出五個衡量指標 1.熱感 2.空氣的流動感 3.壓迫感 4.觸電感 5.磁力感 例如 當我們兩手掌相距30公分 仍然有熱的感覺 就符合熱感 當我們兩手掌靠近不動 感覺有氣流在手掌間流動 就符合空氣的流動感 壓迫感 觸電感 和磁力感 通常會一起出現 這時候 我們手掌似乎出現電磁立場 有明顯的壓力感 好像手掌之間 有某種東西存在 手掌或手指 有微微的觸電感 手掌 會互相吸引 有時 是互相排斥而彈開 如果沒有奇特的感覺 或是感覺很微弱 就表示 我們體內的氣還不夠 必須繼續練習 練氣功第一次 直到氣感很明顯為止 如果 沒有熱的感覺 直接跳起 練氣功第二次 就無法達到 練氣功的效果 下一部影片中 我將分享 練氣功第二次 我們學習如何控制氣 以及 發放外氣的技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是久勞工 我們下次見 拜拜